肌肉分明头大耳圆 双开门男熊乐宝恋爱之路有多坎坷 如今三岁的扶猪猪已经独立营业 回国的程序也在稳步推进 另一边爱宝女士也顺利生产 扶猪猪成功当上了姐姐 作为爱宝和乐宝的二胎 不得不佩服乐宝的身体素质 要知道在圈养大熊猫种群中 乐宝是为数不多 可以自然交配的男熊 作为财阀赘讯 乐宝不仅身体素质好 还是一只乐天熊 到哪里营业都能很快适应 初到韩国时 乐宝有些拘谨 揣着两只小手手 好像在问原方 老板开工吗 我已经准备好了 在知道自己是来当财阀女婿之后 很快反科为主 变得挑三拣四 吃竹子都要先精挑细选一番 大女儿福宝遗传了乐宝这一刻的 不得不说这条竹子的手法 一看就是轻生的错不了 后来乐宝发情了 看中了隔壁的大美熊爱宝 每天总想人家献殷勤 不成想爱宝总是对他爱答不理 一副瞧不上乐宝的样子 这可愁坏了乐宝 看来还得是大美人江爷爷出手 在找准时机后 江爷爷为两熊安排了第一次相亲 然而却以失败告终 具体原因就是 乐宝太心急 一见面急吼吼地对爱宝上下气手 让爱宝以为对方视之为所寻 轮圆了胳膊对乐宝 就是一顿胖揍 为了拉近两熊的感情 第二次相亲 江爷爷没有安排两熊直接见面 而是先把爱宝置走 让乐宝来到爱宝的住宠 留下自己的气味 给爱宝一个熟悉的过程 可是乐宝一进到爱宝的房间 就变得十分激动 把爱宝的房间霍霍得不成样子 甚至还在爱宝房间大小便 有洁癖的爱宝 自然接受不了这样邋遢的男熊 所以第二次相亲又失败了 女寒熊猫爱宝找对象 江爷爷和宋爷爷改造乐宝 手把手教他谈恋爱 因为乐宝 总是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被淑女熊爱宝女士各种嫌弃 两次相亲均以失败告终 没办法乃妈们只好同根源上 改造乐宝 一方面让乐宝积极锻炼 毕竟没有女熊会拒绝双胎门的男熊 为了追到爱宝 乐宝将爷爷和宋爷爷怎么安排 他就怎么做 在培养男友魅力的同时 还在培养乐宝的气质 教学他如何做一名绅士的男熊 爱宝喜欢干净整洁的另一 所以见爱宝之前 要先把自己舒戏打翻干净 并且见面时 不要开门见山 一副我是来交配的样子 要沉住起 不要硬来 就这样在奶爸们的助攻下 爱宝女士终于看上了乐宝 这下可把乐宝开心坏 那种憨憨的满足感 都溢出了屏幕 如果现在他会说人话 那应该就是 十分感谢奶爸们的帮忙 乐宝和爱宝渐渐合拍 最后爱宝成功怀上宝宝 2020年7月20日 小福宝诞生了 如今三年过去 福宝长大 非常赞同父母要二胎 主动担起了营业的重力 作为排伐家的坠续 乐宝的能力有目共有 让爱宝成功怀上了二胎 与潇洒的乐宝不同 江爷爷和宋爷爷可是忙坏 因为生孩子对任何慈性来说 都是一大难关 心大的乐宝是猴 只顾着在隔壁吃竹子 完全不理会爱宝女士 临近生产时有多难受 爱宝出现了各种反 没胃口吃不下东西 半夜也都睡不好觉 还会在深夜里 突然坐起来清理身体 为了保证爱宝的安全 奶爸们开启了昼夜培护模式 将奶爸和送奶爸 轮流陪伴在爱宝审宴 24小时监测记录爱宝的情况 一旦即将生产 就为爱宝提供最及时的护理 对此只能说 乐宝这个才华家的坠许 可真好当 这只被美奶妈抱着的小熊 名叫芝麻 别看在美奶妈面前 表现得挺乖巧 背地里却经常霸凌班上其他小熊 2017年出生于 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 现在已经6岁了 是熊猫圈里有名的男子汉 破坏力很强 在这一点上 芝麻随了母亲芝芝 作为穿闪混血的雌性大熊猫 芝芝从小就长相霸气 绰号大老 但是芝芝只是看上去 比较man 性格上还是很温柔 喜欢她的粉丝们 芝芝生育的第一胎 就是芝麻和芝士 然而当时面对 刚出生的两个小儿子 芝芝表现得却很害怕 不仅拒绝捕育幼崽 还走到了墙角 好在饲养员没有放弃 一方面人工喂养两只幼崽 另一方面对芝芝进行挤奶训练 最后在第五天 两只幼崽终于吃到了母乳 并且被初威熊母的芝芝接受 因为出生时嘴边有个小黑 像小孩子刚吃完东西 挂在嘴边的芝麻里 因此得名芝麻 作为一只特别活活好动的小熊 芝麻经常欺负班上其他小伙伴 甚至还对奶妈下手 咬着奶妈的衣服不松 看到奶妈抱着别的小熊 芝麻当即跑过来 找奶妈求抱抱 眼见求抱不成 气愤的芝麻 就对奶妈下起了毒手 户外看到没奶妈抱着别的小熊 芝麻就缠着没奶妈 上眼抱腿大发 一定要让没奶妈给自己解释清楚 为什么宁愿抱别的小熊 也不抱自己 耐力惊人 都让带娃无数的没奶妈 崩溃到原地转圈 最后无奈只能放下怀中的小熊 专心对付脚边的芝麻 一点做哥哥的度量都没有 作为一只特别好动的小熊 后来芝麻还练出了超强的平衡感 走起平衡步来 简直是如履屏蔽 此外她还喜欢进走举高爬树 因为运动很大 所以长大后的芝麻 芝麻麻香胃口特别好 体重一路狂飙到了260斤 芝麻乐观开朗 面对热情的粉丝 也会疯狂整活和粉丝互动 这样乐观开朗 并且伸手矫健的男熊 找对象肯定是不用愁了 他和谁更配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 谢谢你 谢谢你